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中国云南省东部的罗平县有一个十分神秘的山岭 当地人把它看作是神圣的禁地 轻易不能靠近 当地百姓说在那座山里藏着一条飞龙 正因为飞龙的庇佑 才让这里的人们世世代代享受着风调雨顺的生活 虽然这听上去似乎是一个美好的传说 并无科学依据 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山里不仅发现了栩栩如生的龙林 还有当地人世代相传的龙宫 山顶上的石头里竟然还隐藏着各种各样的鱼儿 那么这些现象究竟是真是假呢 罗平县位于云南省的东部 距离昆明市228千米 早在十年前 罗平就被世界吉尼斯记录大权 列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花园 因为罗平拥有八十万亩金灿灿的花海 每年三月前后 罗平县八十万亩油彩花就开始迎春绽放了 无论平地还是山间 蓝天白云下 油彩花浮金连天 金浪翻过 整个盆地产生出巨大的视觉震撼 然而当地百姓传言 这个盆地之所以千百年来 地肥水美花香四溢 是由于这里有一条神龙 守护着水土 浇灌着数十万亩油彩花形成的花海 以前是组的一条神龙 这个每到天气变完的时候 保一方平安 龙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 至高无上的图腾 尽管已有数千年历史 但是却从未有人发现过真实存在的龙 学者们普遍认为 龙是一种古代先民想象出的合体动物 是由鹿角 蛇身 牛头 胡爪等多种动物组合而成 相传这种动物 能险能饮 能细能聚 春分登天 秋分前渊 呼风唤雨 无所不能 那么 隐藏在罗平花海深处的龙 究竟是什么模样 他又为什么会被当地人千百年来碰过神明 为了解开这些未知的谜团 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的王家学教授 带领地理中国设置组一同前往罗平 展开科学考察 王教授告诉我们 在中国农业为主的地区 常常会有对于龙王的信奉 这是老百姓为了祈求风调雨顺 对自然产生的朴素崇拜 并不足以作为科学的证据 但是当考察队到达罗平后 当地村民却告诉我们 从这里向北二十千米之外 有一座铜骨山 那个地方一直被当地人奉为禁地 在山坡之上 隐藏着一个庞大的动物身影 在当地人看来 那是一条名副其实的神龙 他们坚信 神龙不仅就是造就罗平犹在花海的神秘力量 同时也是这方水土千百年来的守护神 那么村民所说的是否真有其事 如果有 神龙又会是什么模样呢 为了探明真相 考察队来到了村民所说的铜骨山附近 虽然进入到山区 但是油菜花的影子仍然无处不在 向导告诉我们 从这里开始 神龙的林甲就将陆续在山坡上出现了 这个神龙这个林甲 在这里自己在的还有 找我你们看看 在向导的带领下 考察队沿着山沟向铜骨山腹地行进 考察队在怪石林循的山沟中行走了大约二十分钟后 终于来到了村民所说的神龙附近 这时王教授发现 眼前的山沟里果然出现了一大片栩栩栩如生 形似龙林的荧光色物体 龙林出路在几十米长的一堆岩石中 无论是颜色还是形状 这些龙林都与周围的岩石有着明显的区别 大的鳞片直径达到十厘米 小的也有三四厘米 龙林的发现 让现场充满了异常神秘的气氛 王教授对鳞片立刻展开了测量 我们先看这一块石图山了 还有很多小纹类 这个每一层都比较清楚 经过仔细观察 王教授发现 这些岩石上独特的鳞片 的确很像中国古代神话中神龙的鳞甲 很像那个 他刚也有的那个球转方画的东西 那个我们要得到下面 考察以后才能确定 岩石上为什么会出现绵延几十米长的 所谓的龙林呢 刚才在考察当中 王教授提到了花岗岩这个词 他向我们介绍 这些形似龙林的东西 与球状风化的花岗岩有几分相似 我们知道花岗岩是 岩浆在地表以下冷却后变成的岩石 如果这些龙林是花岗岩的话 周围就应该有火山活动的痕迹 那么考察队在接下来的科考当中 能否找到相关的证据呢 龙林时的绅士谜团能否最终被破解呢 放眼整个盆地 王家学教授发现 这里竟然有上百个锥形的山峰 它们就像一座座孤岛在盆地中耸立 形状的确有些像岩浆喷发而产生的火山锥 为了确定这些锥形山峰的身势 王教授对发现龙林状岩石的铜骨山 展开了更深入的考察 在这座山峰的顶部 有一个岩石铺面落露了出来 这片大部分都是石灰 那么在顶部还能少量的沙野野和白野野 与此同时 王教授在岩石铺面上 发现了大量的垂直裂缝 根据这些垂直裂缝 王教授随段出了小山峰的身世 我们所看到的那是非常典型的 这个卡斯特蜂丛和融石山丘 王教授向我们解释说 卡斯特蜂丛是石灰岩等可融性岩石 遭到强烈融石后形成的大量山峰 山峰多为锥状 塔状等尖锐风体形状 虽然形状上很像岩浆喷发所形成的火山锥 但是这些山体与火山和岩浆没有任何关系 因此当地人视作神龙的龙鳞石 并不是岩浆冷聚后形成的花岗岩 这样的发现让考察队感到更加困惑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就了那些形如龙鳞的怪石呢 各种推测逐一排除 龙鳞石的绅士谜团变得更加离奇难解 科考队寻踪蜜缘在迷雾中继续探求真相 花海龙影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这时老乡又告诉了我们一个当地非常奇特的现象 石头里竟然有鱼 这让王教授感到十分好奇 在老乡的带领下考察队爬上了山顶 在山顶的岩石中 队员们果然发现了令人惊奇的景象 一条条黑鱼仿佛在岩石中游翼一般 其数量和精美程度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了震惊 老乡说山顶上的这些鱼相传是巨龙的卫队 数千年来这些鱼一直在山顶与神龙相伴 然而经过仔细的观察 王教授判断岩石中的这些身影都是古代海洋动物的化石 这里是一个罕见的三叠纪土海洋生物化石群 初步可以判断基本属于这个三叠纪海洋生物的鱼化石 在众多化石中 一种巨大的史前生物的化石吸引了王教授的目光 这是曾经称霸海洋的巨型怪兽鱼龙的化石 鱼龙的标志物 那幅大道令海洋群落闻风丧胆的大眼睛 仍旧屈膝可见 王教授说 出现在2.5亿年以前的鱼龙 最长的体型超过了20米 体重达到了100吨 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庞然巨龙 这个是非常珍贵的一种化石 看到了这么多栩栩如生的史前生物化石 连想起刚才在山坡上发现的龙鳞 考察队不仅发出疑问 那些石头上的鳞片 会不会是一种巨型恐龙形成的化石呢 当我们再一次回到龙鳞的所在地时 王教授再一次对这些大大小小的圆形痕迹 展开了测量 最终他告诉我们 古代爬行动物身上的鳞片 大小厚薄非常均匀 不可能出现眼前这样大小不一的情形 而且在龙鳞石的周围 并没有发现与只配套的生物骨骼化石 因此 这些形似龙鳞的东西 绝不可能是史前恐龙的遗体形成的生物化石 不是花岗岩形成的囚状风化物 也不是史前恐龙遗骸形成的古生物化石 这片形似龙鳞的怪石 引起了科考队专家的极大兴趣 王家学教授说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 这些形似龙鳞的怪石 一定是在亿万年前自然形成的 龙鳞石这种极为罕见的微地貌现象 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吸引着科考队 对它的来龙去脉将展开更深入的考察 这些所谓的神龙鳞甲 既不是花岗岩球状风化的产物 也不是某种史前生物的遗骸化石 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呢 经过仔细的观察 王家学教授发现了 这些酷似龙鳞的石头上 一些不易被察觉的细节 这个龙鳞的形成 它还是一种流纹 那么这种像这个龙鳞钻的 那么我们可以叫做这个被窝钻流纹 那么这是一种这个 在水流特别稳定 然后又特别薄的这种情况之下 成绩形成 原来在龙鳞石的表面 专家发现了一种形如水流的纹路 这种纹路被称为流纹 王家学告诉我们 这酷似一种十分罕见的洞穴沉积物 被窝 被窝是在石灰岩形成的 喀斯特溶洞内 当水流沿着岩石表面 非常缓慢的流动时 流水中的碳酸钙 会随着水流的流痕逐渐沉积 形成了一种罕见的微地貌景观 然而 眼前的这些神龙鳞甲 却是裸露在山坡之上 并不是出现在溶洞内部 这让考察队又一次陷入了困惑之中 正在这时 当地老乡告诉我们 离此不远 有一个传说中的龙宫存在 至于是不是我们所说的 喀斯特溶洞 他们却无法去的地 于是 考察队沿着龙鳞石向东 行进了数百米后 发现了一个黑幽幽的山洞 刚进入洞口 考察队眼前就出现了一个洞厅 两根硕大的石柱 连接着洞底和洞底 当地人告诉我们 这里就是传说中的神龙宫殿 龙宫 那么这里能不能发现 典型的喀斯特沉积物被窝呢 向龙宫的深处 行进了三十分钟后 一个奇特的景象 引起了队员们的好奇 只见几块巨大的岩石上 密密麻麻地布满了蜂窝状岩石 像缓缓流动的波浪 又像古代士兵所穿的铠甲 在灯光的照射下 形成一个个立体 有质感的小光影 层次分明非常奇妙 王教授兴奋地告诉我们 这些不凹不平的蜂窝状岩石 正是那种极为罕见的 溶洞景观被窝 这是被窝 很微小的这个水流 然后沿着这个面上流 成绩形成的 溶洞中奇特被窝的发现 让王教授找到了破解龙林时的关键证据 他告诉我们 山坡上奇异的神龙林甲 也许就是面积更大 世间更为古老的 罕见碳酸钙沉积物 被窝 尽管我们在洞穴中 如愿以偿地发现了 稀有的碳酸钙沉积物被窝 但是王教授告诉我们 关于那些神龙林甲的疑问 却依旧没有完全解开 因为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被窝 都出现在地下数十米深的洞穴中 而这里大片的龙林石 却暴露在山坡的地表上 这样的反弹现象 让王教授觉得 我们还必须展开 更加深入的科学考察 一个裸露在地表 一个深藏于洞中 看似峰回路转 却就一度从生 迷环的背后 隐藏着怎样的奥秘 花海龙影 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走出熔洞后 考察队在龙林所在的小山沟附近 发现了很多溪流 当考察队一行顺着溪流的方向 行走了大约三十分钟后 一个神奇的景象 出现在队员们的眼前 只见在约四千米长的 河道上 一条瀑布竟然不断下跌 构成了九个大小不等的瀑布 当地人告诉我们 这条瀑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 九龙瀑布 由于九龙瀑布就在发现 神龙林甲的山谷下方 王教授推测 这条以龙命名的瀑布 很可能与龙林时之间 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王教授坐上图伐 前往最大的一级瀑布 去一探究竟 这条瀑布是九龙瀑布的第二匹彩节 高五十六米 宽一百一十四米 我们的这个沿山走向 指向跟这个水流的方向相反 经过仔细观察 王教授发现 瀑布旁边的沿层倾向 和水流方向正好相反 于是专家推测 这个巨大的瀑布 是由一个喀斯特溶洞坍塌后形成的 这条锻炼会形成这一个高坑 下边形成溶洞 那么溶洞垮塌 沿山垮塌以后 那么就可能形成瀑布 王教授向我们解释说 这个高达五十余米的大瀑布 和原来所在的区域 是一个喀斯特溶洞 当地表流水遇到反向倾斜的沿层时 就会逐渐向内掏石 千万年的掏石之后 溶洞越来越深 最终顶部坍塌 形成规模宏大的瀑布 王家学教授进一步可以测 山坡上的那些神龙瀑甲 原来的确是在巨大的溶洞中 形成的被窝 在形成了这些瀑状的被窝之后 由于溶洞长时间被流水侵蚀 溶洞的顶部发生了坍塌 使得这些粉婴出现在地下的器官 裸露到了地表 由于这种叫做被窝的沉积物中 所含的碳酸钙非常纯净 所以呈现出银白的色泽 与周围的岩石形成鲜明的反差 又因为被窝裸露地表后 发生了比较严重的分化 因此在形态上发生了一定程度的破碎 于是看起来就如同神龙的铃甲一般 考察到这里 王教授向我们解释说 若凭当地村民相传的神龙 其实是由水流形成的奇特的喀斯特地貌 在中国农业为主的地区 对于神龙的信奉 往往是对风调雨顺的期盼 和对于大自然水资源的尊崇 当地人对神龙的这种想象和崇拜 与这里充沛的水资源 水文化是密不可分的 而罗平正是因为有了分配的水资源 才使得当地百姓 在这个天然盆地之中 创造出了美如先进的家园 和幸福安康的生活 科学考察到了最后 王教授告诉我们 其实罗平的所有的自然景观 都与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由于罗平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 全年的降水量高达1743毫米 是云南省降雨极为丰沛的地区之一 我们节目当中看到的九龙瀑布 那些耸立在油菜花海之中的卡斯特残丘 以及壮观的八十万亩油菜花海 都是得益于罗平得天独厚的降水条件和自然水系 尽管这里并不存在龙这种神话物种 但是由于罗平地区水资源非常丰富 长年以来风调雨顺 因为当地自古就有龙为水物的说法 因此那里的百姓对于水的尊崇 也表现出了非常淳朴和真挚的情感 好了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明天见 一座隐秘于山中的幽静活活 一种美丽祥和流传了千年的神秘候鸟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再次聚集 他们背后诉说着哪些未知的谜团 设置组深度调查 为您揭开鸳鸯越冬的奥秘 鲜活爱情鸟 地理中国下期播出